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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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 二 四 三 四 要爆到那邊 來 現在第一次 第二次大的演講 要請進總部 我們是關在基本的進行總部的發言 拜衛生 衛兵 大家給你看看 來 戴衛生 你們好 大家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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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歡迎來到我們 莫山基青賴之友會的成民現場 有我們的我們的成婚師 有的副位 我們的招集人 我們的林農松醫師 我們陳普通 以及那位副位 所以我們後援會的夥伴 來 我們中央菜主席 我們林志鴻議員 我們後援會的 這個國瑜 另一位 先叫我 大家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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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有 很有精神 我覺得很有信心 今天你是一個紅餐廳 這個風雨很大 但是我們不怕困難 一起來到了現場 我們就知道我們真的是風雨生信心 更重要的是 遇水則發 好的 你酸品 發發發 白東 這是我第二次來到美國 第一次去美東 第二次來到美西 那都是來參加我們新來之友會的成立 我就跟著我們卓榮泰卓主席 我覺得很有信心 為什麼 他在2020 帶著我們所有的人 讓小英總統在連任的時候 拿到817萬票的高票 來回家拖一下好不好 所以我覺得 我們也有機會 這次也拿下817萬票 不是不可能 因為 我們可以看到 我們來自總統 那次出訪媽媽歸 然後又過進美國 過得非常大的迴響 我們可以看到在國內 大家認為 他是治國能力最好 可以鞏固台灣主權 提升台灣國際地位 以及他最有能力 來處理兩岸關係的一個候選人 所以 今晚他的民調 已經起來了 昨天 我們最新的民調 來到了39.4% 而且 已經要突破40%了 我相信我們會越來越高 我也知道 這個民調的提升 很大的原因 是來自於 年輕跳 還有婦女朋友的支持 所以我們要感動 年輕人是有萬歲的人 男生人 男生人有萬歲 男生人有萬歲 你知道嗎 因為大家都看到 非慶德是一個 可以實際上 執行所有政策的一個執行者 我們可以看到 一太好酸林 我們說幾句 好跟現在之人 在所有的場合 都是執求對決 面對問題 解決問題 我們可以看到 他在各項的訪問裡面 大家尤其像年輕人 最關心的各項事務 不管是住的問題 不管是經濟的問題 他都能直接表達他的需求 他都知道 執行得副總統 貴鐵也很沉寒的時 我們可以看到 他是過得很辛苦 他以他過來的人的經驗 他希望打造一個更公平 更繁榮的台灣 他要給的是年輕人機會 給年輕人更多的吊竿 讓大家北安居樂業 他實在都沒看到 在這樣的狀況下 再請得才有真正執行的能力 所以 我要問大家 最近我們可以看到 賴清德 副總統有上了這個 《紅博》雜誌 這個國際社會知名的 這個雜誌的《Fuller Story》 大家有看到這個報導嗎 好 那我要問一下 考考大家 有哪一些政治人物 曾經上過這個《紅博》雜誌 《紅博》雜誌 我聽到了 川普 歐巴馬 這個梅克爾 還有一個加拿大的總理 就怎樣就怎樣 所以這就代表說 可以上到這個《紅博》雜誌 就是被這個國際媒體認證 被國際媒體 被這個國際所信任的候選人 我要改給你報告 我們賴清德是第一個 亞洲領袖上到《紅博》雜誌 後面的政治人物 趴雜誌 國際社會都肯定要候選人 我們在完成這個 這個國際上的這個社會 因為我們就要靠著一個 有能力的領袖 帶著我們走出去 我們可以看到 賴清德具有這樣的能力 而且它是非常非常穩健的 我們在看到 我們這次在這個出訪之後 中國生氣氣一直跳腳 昨天已經在進行這個聯合軍演 海東軍也和那個戰鬥機飛來飛去 小英總統也說 我們國軍就是要保衛台灣 所以我們也是要戰鬥機要上去 來保衛我們的領空 其實這幾年來 我們看到小英總統 不斷的在促進台灣的國防的成長 我們不斷的要想辦法讓台灣 更有力量來捍衛我們的國家 所以我們國際國造 國劍國造 我們可以看到 最近有一對這個通軍的新人 他們在F16戰艇上 拍了很美很美的婚紗 還被國民黨大作婚紗 其實這是怎麼樣的 這就是代表 我們的國軍對於自己的身份很榮耀 他們的家屬他們的配偶 支持他們保衛國家 所以盡快的感覺就是 騎士配美人馬 我的戰鬥機就是以前騎士的那隻馬 我們在這個地方 我們對這個職業感到榮耀 感到驕傲 那國家就要做我們國軍的護盾 政策也要來持續來支持我們的國防 所以小英總統過去這關年來很棒的政策 需要有人持續去深化台灣 讓民族永續 唯一可以這樣做得到的候選人 也只有賴慶德 大家懂對不對 我講得懂 賴慶德不是在跟那三個候選人選 在跟誰選 在跟對岸習近平選 他要習近平用這個軍演的方式 在恐嚇台灣 在恐嚇台灣人民 我們一直在看到他在講一個重點 這個台灣內部的那些人 就是戰爭和理論 我要跟大家說 我們台灣從來不是一個挑釁者 這個麻煩的製造者 其實就是中國 中國挑釁世界 中國挑釁台海 在這個地方 他才是虛率麻煩的製造者 但是賴慶德 會持續延續小英的路線 持續穩健的來維護台海南河地 我相信這一點他做得到 前一陣子我們看到他在華爾街日報的投書 講得很清楚 他要連續小英總統的四個堅持 持續他又提出四大四個四大基礎 想辦法跟另一 我們要強化我們的國防 剛剛講的最重要 再來是經濟的安全 我們要把所有的雞蛋放在日統的門子裡面 我們要讓我們台灣的經濟可以更往前 被中國所牽制 再來我們要交更多的民主朋友 在世界上我們要有更多的國家來挺台灣 再來我們還是要兩岸交流 我們不是不交流 但是前提是敦言平等對等 在這樣的前提之下 我們樂意跟中國有更多的互動 所以其實賴慶德把原則講得很清楚 在這次過去他這麼多年來 二十七年來的 這樣的一個政治經驗裡面 他持續的堅持 我告訴大家 很多政治人物 走的會變得不一樣 就像某一個現在的黨主席 八年前跟現在就不一樣 但賴慶德走了二十七年 已經將漫入三十年 一路不變 我們需要這樣的政治人物 來領導台灣 大家說對不對 謝謝 謝謝 我感到說 我是情報起碼 我是第二屆了 現在是第五年 我要跟大家說 這個侯友宜這個對手 他那個人真的很糟糕 我前幾天才聽到一個黑名單的故事 這個是在台灣歷史上很令人悲傷的故事 但是我要跟大家說 在三十年後民主化的台灣也有黑名單 我是一九九零年出生的 因為其實一年三更有 已經是民主化的時代 可是我竟然被侯友 一列為黑名單耶 以為我可以記載一下 大家有看過我的質詢影片嗎 有看過可以記載一下嗎 五 有人有看過 一共民主的精神的一個政治人物 應該要有雅量 對於這個監督者要求 他要抬善的事情 他應該要抬善 但侯友宜沒有雅量 他的方式就是把 對抗他不喜歡的藝人 全部放入黑名單 用所有的方式卡他的資源 我就是這個最大的受害者 讓我跟大家說 我們的市民的眼睛也是金色色的 現在侯友宜的市政滿意度 只有百分之三十 一個連市政都做不好的市長 他有什麼能力來帶領國家 我不知道對不對 可惡的那不用說啦 你看每一次戰爭各大大 這個滿意度 都是敬意度 最後一名 我沒有能力執政抗的一個人 每天出一張嘴 一天到晚亂講話 但唯一他不會亂講話的 就是對岸 這個中國 對中國他從來都會失言 我們怎麼能相信 這樣的真正人物 可以帶領大家 那這個負寒人 就更不用說啦 世家都在對岸 他有什麼力量 遇到對岸的壓力的時候 不會換這樣子 對吧 所以唯一唯一 看五班 就五班 阿媽就禮金 阿媽就這次 每次的好專領 我們幾乎愛情的 大家說對不對 好 好 我們修喉人給台灣 唯一的方法 就是去投票 用我們的行動 每一張選票 票票入圍 來進到台灣 我們才有機會 來延續這個民主自由 大家說對不對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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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一人都聽得不懂 剛才大家都聞到 有人有買機票了 有人還沒 早點買了 早便宜 好 然後可以回來過個聖誕節 再回來過個跨年 來一起 我們來商約台灣 我們1月13號投票嘛 還有商約1月12號 我們在這個選籤之夜 我們一起來 我們一起來對內地中 後來咬喊 好一個洞專家的 2月24號 來公告 來公告 開場之後 我也會在競選手中 等大家看賽票喔 我現在都看到各位囉 我都知道你們 聊什麼樣子來 我要點名喔 沒有來的 我會聽過 好 好 我們商約一起投票 我們守護民主 守護卡關 延續自由民主的可能 當下各位 我是戴韋山 祝福大家 我們今天 活動成立勝利 讓大家來 當下謝謝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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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北市半久 環橋區的 能做漂亮這麼結婚的 你的視野 謝謝 謝謝